大家好 欢迎回到肥宅的模型频道 未来十月就开心了 因为新动画Bill Fight Martaverse上映 连带了一些很久没出过Bill Fight系列的模型都会再犯 今条片就会和大家讲一点我自己的评价 给大家做个参考 另外除了讲10月中会发售的再犯高达模型之外 Bandai也在61届的All Japan Model and Hobby Show公布了一系列的消息 上条片我也讲过 十月头我会去东京打个转 真的没时间把这个资料架在10月新品的影片中 所以直接它一出 我就写在这份那里 那现在看了再犯会出什么 AMG这个月还是没有的 1比100的话就只有FM的风铃高达 作为水星魔女系列唯一一只1比100的模型 它是绝对值得入手的 上个月和今个月都有再反感 说多一点 很多件都是做了隐藏水口 分件分析可以说做足 只是这两点对新手已经非常友好 因为没有骨架 所以整个模型就会比较轻 好在它没有大大过的背包 不会说有前后失衡的问题 跟这份模型就只有一些胶贴给你 现在前面上也有很多第三方的水贴 可以就用了 不要浪费了那只那么好的模型 大腿是粗了一点的 那这个就真的看个人喜好 然后就先说高级UC 2000年编号8 爱尔兰魔鞋 多谢网友之前留言说 我知道为什么它叫爱尔兰魔� 水产出良心的一款机体 不要看它出得这么早期 分析其实不算差 10只手指都可以动 射幅的手臂也保证了 可动比不少机体还要好一点 而且可以保证了 可动比不少机体还要好一点 脚底的螺旋推进器 小小小都可以做得很短 这款高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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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不太多人说的 但设计上也真的看得出心思 形体跟动画多一点 肥肥的 为了增加可动和减少件之间的干涉 特别设计在两边的腰夹可以拉开一点 身体也做了三段分件 因为机体用色不多 所以分件分色也没什么大问题 其实整体一点都不差 2007年Pino78 龟霸 又是另外一款良心之作 我经常都赞他 射幅结构的可动其实是比较好一点 加上早期的关节大部分都是PC胶粒 计仅实度来说 其实蛇幅结构分分钟更好一点 另外他又有多配件 内扣有足 早期的机体来说 他真的算很有诚意 2010年Pino117 老虎改 可以评计到枪盾组合绝对是一大两点 因为有做了卡相的设计 所以才可以再演出这个姿势 模型的完成度高 水口也不太明显 算是新手又好 还要形 只不过脚的可能就算不上合格 这个也是死症 2014年Pino171 突击高达 如果单纯看这款模型 你可以说它只是挂了一点 但是对比之前Seed系列的话 你就会觉得越看越好 因为它的比例比之前的系列做得太多了 当然啦 因为武器是用了BioFi那边的件 这个价钱有一只四平八稳的主角机 我觉得也是 fair的 2015年Pino190 江加龙生生版 虽然它已经不是最英俊的Guncannon 但是说性价比来说 它还应该是排头位的 德国安之道那一只 其实它贵了 多配件给你了 但是本体你又只有一只 你放得多少东西上去呢 而且始终Guncannon是早期的机体 没有太多fancy的细节 反而有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 还是值得考虑的一款好模型 2015年Pino191 元祖高达 新生版 说到性价比 这款元祖真的是性价比的王者 我走过这么多模型店 看过都是六十几 七十头左右 主角机 组装简单 可动极高 兼抛枪盾齐了 这个价钱你还想怎样啊 推人就跑 这一只啦 唯一看不顺眼是它前臂的洞 2015年Pino195 卡碧尼 生生版 这个款上句都有再犯 所以不重复说太多了 但如果说结构和可动 它比MG都要好少少的 2016年Pino196 老虎 生生版 正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这一份生生版 部分用了Bill Fight 和GTO那边的结构 所以可动就完成了老虎改 更不要说它因为板件分配的问题 给了两把刀你可以做二刀 外形就偏向漫画古早风一点 即是嘴巴就会长了出来 就看师兄喜欢哪一只啦 那当然啦 大人来的嘛 两只要都没问题 2016年Pino197 强人 生生版 之前其实也有说过它脚掌的可动是有问题的 变成某些姿势你不可以整只脚掌紧贴地板 不过它就没什么大件的配件 平衡就很容易拿得到 所以都没去到必须要有支架才放到姿势的地步 我自己做了一只有改件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现在按右上角的感弹号 有条link可以去看看 2016年Pino201 突击自由高达生生版 比起之前Seed High Grade系列出的那一只 当然无论可动关节比例 全部都有极明显的提升 不过最大的问题始终都是背包太多东西太重 还弄到前后失衡 背包的翼就不是一只可动 这件事就真的要回到RG才有 中规中矩 但价钱上来说 在香港来算 RG就真的好像比较少少了 然后就是今个月的重点 High Grade 标辉系列 2013年Pino1 创战特击高达全装备 刚才说过那只High Grade UC的特击高达 就和这只Share的骨格用 当然外甲是有改了 可动和比例也真的做得好 背包Build Buster的造型就来自晓的大奏 最大的缺点是很多地方是要用到贴置保释 但其实这个系列早期的模型大部分都要这样做 再補多句 这一只是有出过RG版的 2013年Pino7 战角迷茫高达 造型是非常吸引的 模型也在现肩膀可以伸出来拿剑的设定 本身的细节做得足 而且两把刀都有做电道给你 但是它那些战角向的外甲 加在本身Astray的骨架上 都可以预计到件之间的干涉会变大 同时也是极度多的地方要用到贴置 它串到在说明书上教你如何用金色的Marker 去补回盾牌上金色推进器的位置 还说是另外一种享受高达模型的乐趣 即是你看到不知道生好还是笑好 2014年Pino9 升创突击高达 与Pino1比较起来本体上真的只有小腿有分别 主要就是背包直接换了第二个 然后那对蓝色的翼我就真的不太理解到 真的很丑样 重要的事情就说三次 它的橙色的透明件 其实可以拆出来装上它根模型的支架上 你真的要塞蓝色的翼上去的时候 也不用说散羞羞羞这一刻是挺贴心的 另外它也有个好看一点的黄色效果件 但是那份就要在正背包的套件先有 2014年Pino16 惊异能天使 刚刚新闻的影片也说了 PB那里是推出了MG版 HIGH GRADE版其实都差不多 都是先做了答题 然后再推出这一款 在MG上面有的问题 它一样有的 未上背包之前其实可动也算不差 但是一上背包 对手的可动就有干涉了 上完的武器就更厉害了 前后失衡的状况也一定有出现 始终本身用了HIGH GRADE OOO的套件 它不预理有这么大件的东西 扣上背包上 2014年Pino18 创建燃烧高达 因为它是格斗为主的机体 这里很明显可动是做得好很多 同时它是完全没有固定武装的 有个位置我觉得都算有诚意 就是它身上的透明件 给了蓝色和橙色两套 这叫做可以给你转换回形态 另外拳脚还有背包的两条效果件 就至少叫做再现动画里面的情景 拳头的效果件是有少少松动的 你可以在胶盘剪小小粒塞进去 就可以填补松动的空间 2014年Pino24 R 强人 造型就很帅 模型也都在现两边肩膀 用多关节机械臂 hold住个盾牌 也都跟着动画做了很多推进器 只不过肩膀的甲和身体连结做得太淺 所以手就常常很容易跌下来 也都不够力举得起这些装备 脚板的活动范围也不见得好 脚掌不太贴得实地 这下变得很容易跌下来 在结构的设计上 我想它就真的不算太过关了 真的靠外形踏狗而已 2015年Pino33 Wing Gundam Zero 这一款是我第一款买的标费机体 因为实际是太帅了 除了两把Raffle之外 对翼也可以加上一个刀柄 当作两把大剑来用 虽然说灰色的内靠是用脚帽 但是配了新的外甲你也不会看得出 特别它有很多比较大小小的透明件位置 上网看到不少入灯很厉害的师兄 在这里做得出神日化 真的看得很厉害 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线可以这么过 2015年Pino43 神木爆热高达 首先Billify系列 去到这个时间 已经是比较少需要用贴纸补色 另外它的可动也算出色 组型手又不少给你的效果件就更加不用说了 这个系列里方方面面 它也算是一种出色的机体 反而我最奇怪的是 你也给了这么多效果件 为什么不跟机配上红色的透明件呢 2016年編号50 冰川型顺便高达 比起本体顺便高达 除了成色不一样之外 整只机体都3800角 多了一份邪气 背包凸出来的效果件 虽然真的理解不了用处 但是型就可以了 留意它这只紫色的透明件 水口大得来 又要在很明显的位置 真的要处理一下才顺眼 如果不想投资太多的师兄 可以考虑一下纳米指甲财 在右上角的link 我有一条影片是讲这个工具的 最重要它10元有找 只要弄一些东西 它的性价比真的没得输 2017年編号58 星陣燃烧高达 关节位都是用Bill Strike 外形上感觉就是Shining 和God的合体 盾牌可以分开作两件 做手持武器 又有少少Rising Gundam的影子 当年武斗转在美国上 因为终架的问题 由God Gundam改名做Burning Gundam 感觉上这里有点把关系再带过去 机体本身我就没什么感觉了 但是盾牌一开以后 那个圆柱的手柄 不知为什么是不符合的 放入手柄是固定不能的 把枪有得伸缩 但拉长了火力会变强 这一刻也不是很讲得通 但是说可动它是合格以上的 出得表辉机体又怎会不出正装备的配件呢 快快和大家看看它 这些中文字的名字我找了很久 如果真的不符合你跟我说 2014年Pino 8 粒子能量宇宙推进组 这份是有包上黄色星形效果件 比起星创突击本体的队值 是真的好看很多的 2014年Pino 10 高达对战机械被配件支援背包 2014年Pino 13 究极强人火神型背包 2014年Pino 14 重装强化武装 2015年Pino 22 可动性连接被武装组 2015年Pino 23 火神炮 巨型格林机枪炮 加特林机枪炮 2015年Pino 24和25 创建手掌部件角和鱼 这些造型手基本上 1比144的比例高达模型 全部都配套得到 所以就算不是玩标辉系列 都建议入手一套 当然 自己如果可以上回配对的颜色 就会更加好 2015年Pino 33 银河推进机 再来就是 high grade水星之魔女系列 2022年Pino 3 风铃高达 除了脚掌用的私扣之外 加上它是这个系列低而便宜的价钱 都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 一向走在潮流尾巴的我 近怕都有手了一只 就会用水星和游星7同时做 也会和它转顏色 稍后会拍片给大家看 大家都期待一下 2022年Pino 7 铁骑高达 5Ti算是正统高达的结构 第一个手长脚长 但身体比较纤有 然后它就没有意义上一个正式的肩甲 整个抽屉是一个背包 只不过它可以被覆盖着肩膀的位置 整份模型就没有什么贴纸 只有彭梅特克行的位置 武器除了长枪之外 只有两把剑 长枪也是用三个剑 很简单就做在一起 所以这部剑造型够特别 2022年Pino 8 迪里路巴鲁 除了主角机之外 水星之魔女系列 它应该是最抢眼的机体 始终高达动画 传统上红色机体是特别的存在 结构上它也挺有趣 因为要再现动画 可以把手脚都飞出来 肩膀的盾牌也做了 可以大范围的角度调校 反而我觉得最大问题 是它模型的红色 感觉上是真的偏橙了 如果可以自己做一个 再正统一点的红色 或者甚至是上金属红 就应该好看很多了 2023年Pino 26 20高达 最终的机体 那个扫把一样的长枪 可能就回应 为什么叫做魔女 如果到现在都未入手的司机 可能这一次 你们就真的不要再忍受下去 以我所知 去到10月 已经是暂时最后一次再犯 未来又有一套新的Mataverse 估计Bandai 都重点将资源倾斜下去 所以 什么时候再有这次再犯 就真的不知道了 RG 这个月只有一只 2019年Pino 32 New Golden 都是再犯的上下 我之前要赚的都差不多说过了 最有问题的都是RG 一向通病 页头的V角配件非常容易脱出来 刚刚我继续Size-F版本 浮游炮不一样之余 其实最重要就是肩甲那里 做了可动式的分件 这样当然是把手臂和肩甲的干涉 減到最低 但其实真的很难摆姿 你让我选择 我会选择原本的结构 另外EG 也有一只 2020年元祖高达 这个价钱 又不需要用剪刀都玩得到 適合给小琴又玩 一于就用这一只 开始盗它们入行吧 除了以上的模型之外 不意外地 SD系列也是会有再犯 快手再和大家看看 先讲SD-EX 2015年编号3 能天使高达 2015年编号4 飞翼零色高达EW 2015年编号5 独角兽高达破坏模式 2017年编号15 布桑内妖命运女神破坏模式 2021年编号18 飞翼高达零色 然后还有SDW群影站 2021年编号7 冠马 2022年编号17 龙砖流比独角兽高达 2022年编号21 骑士突击高达 最后就是三角创结传 2019年编号10 马超巴巴托斯 2019年编号11 宣权迷妄高达 2019年编号25 孙玉七黑突击 以上就是10月所有再犯的资料 9月26日毫无意外 就Bandai公布了一系列的新资料 以下我们也整合了 就包在这一条影片里 和大家一起看 中间个场给我买个广告 基本上我会在月底 说明之后的月会出的 高达模型再犯情报 在月中的时候 就会说新品 PB 一些预告的资料 可能有高达模型相关的消息 比如有新的marker 有 处理工具的改版资料 或者一些展览 都会说完 另外如果我还有时间的话 就会分享一些我自己做模型的技巧 又或者和大家实测一下工具 喜欢看模型东西的话 记得CLS这个频道 如果我得肥宅每个月做的影片 都值得支持的话 可以Superfans或者加入会员 但每个月会员都是15元 以下的资料 就是由Bandai官网公布出来的 有关高达模型就真的不算多 基本上是三个SDW Heroes的新机体 隐密高达Aerio 第一眼就这样看造型 和风铃真的不太有关系 但留意颈巾跟额头的十字手里剑 有拍回答黑痕 再仔细看就可以看得到跟必托那些部件的影子 这些东西的资料是第一次出的 有些部件可以配上另外两个新的机体上面 七八代目 武者还太武 在之前的静光展上面 其实已经有展出过相关的资料 看看官图仙条是意外的硬正和直的 所以感觉上都未必真的由神物那里拍出来 很期待神物出来是怎样 希望到时规格的金色边 不是全部都靠帖子去保释吧 天下无双大将军 只说外形 这一只我就最感兴趣了 有很大的背包 可以独立边形 也可以合作看后才会变成凤凰的形态 头壳顶的计量 就明显出卖了它原本是信长的事实 把长枪的枪嘴有个凤凰头 配到就是把枪后面堆进去 这个也挺特别的 其实可能最重要的是 要推出这个辉罗降的部件 在隐蔓高大风铃和七八代目 武者还泰模里面也有包包 带大家看看历史 其实辉罗降的出现 就是以前超SD战国传里面第一部的作品 已经是1996年的事 当年出版的时候 辉罗降部件是用彩色电道的方法去做的 以当年的技术去做多色的电道成本高 肺气的污染其实也很大 所以当年的批词卖了就没再出过 但是那种电道的精细度 当年是经验了所有人 是真的有人抢的 到后来 2010年再有出过再返 只不过当时就用了透明的部件 加贴纸去再现辉罗降这个部件 那结果可以想象到 大家其实不是很收货的 如果你现在想找回最初 就是电道版辉罗降的模型 价钱真的去到一个你想象不到的高位 日本网的价钱更狠 所以其实有辉罗降部件的模型 一直都很有市场 到了今年 Bandai就用树枝 即是水晶膠 俗称的技术去再现辉罗降这个部件 你说它很仔细吗 就说真的看官图 没有想象中做得那么好 只不过肥宅以前做假手式 trading的时候 工厂也设计过一系列用树枝做配件的食物 技术的限制又真的不可以做到很精彩制度 做到这个程度 用这种物料的话 以一个生产商的角度去看我会收货 而明显Bandai也认为很多人应该会买单 所以今年重点商品是榜上有名的 还要配合今年的人气机体风铃高大 我想如果价钱真的不算太离谱 都应该有不少师兄心动想回一回 除此之外当然也有其他系列的商品 机智NOG、Macross 各样各式的都有 但是我自己就熟高达 但是其他系列真的不熟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放在连续里面 大家可以自己点上去看 今条片就来到这里 其实这期我都有和几位模型界的朋友聊了几次 大家疫情的时间 可能只能在家里居住 没那么多工作 所以多买些模型回去打发时间 现在就通过关 看到多了师兄可以出去玩 其实也很开心 不过可能因为少了时间留在家 那清散职就出到大家都慢了 加上有些人不肯认也好 我眼见就真的好一批人走了 变成整个模型界的流动都慢了 所以现在非集团式的店铺 都守得挺辛苦的 可能大家都留意到 其实这期都不少模型店 是出了各样的优惠 有些对现在的汇率 跟日本零售价真的差不多 甚至再低一点都有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兑钱 你多多少少都要给一些责换点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用不着 不合眼缘 那就没必要勉强自己买 但是如果都中了你的需要 价格你心动了 或者是双熟店铺的话 都可以支持一下 说到尾这个行为 都是将钱变成自己喜欢的形态 那当然你同不同入境处说这句 大家就自行判断了 今次就说到这里 我是肥杂无形 我们下条片再见 Peac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